说或者根据种种资料 甚至今天的鉴定家的话 都是有问题的 都是有问题的 我很抱歉我这样说 但是这是一个经济问题 其实不是一个艺术问题 我是画家 所以每次有拍卖场的情况 他们都会问艺术家 我的一张画卖掉 他们就来问我 我说你应该去问卖掉和买的那个人 通常我只能给出很业余的回答 而且经常是错的可能 谢谢你 还有哪位 这位女士 您好 我是一名老师 然后也很荣幸 今天能够在香港听到您的讲座 平常年很少去广州 这也是我们的遗憾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您刚才说到这个个人跟国家的关系 也非常遗憾 没有听到韩晋先生昨天的演讲 那么那您觉得就是 之前有人告知你这样的主题去工作 去思考 甚至像在这样的时代 我们有这样的主题 可以去讨论 去发表 谈话 这样的生活是好的 这样的生活是好的 还是说完全放进像美国那样的自由 这样的生活是更好的呢 因为您有这样非常深刻的体验 所以很想知道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虽然您说您不是作家 而且您没有读过 没有读过完整的高中 没有小学教育 但是从我看过您的书来说 我对不起 是不是没有读过小学 我小学读过 抱歉 抱歉 学毕业那年是1966年 所以1966年我13岁 此后我没有认真上过学 对 就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 这个高等教育 可能您没有说过 但是我看您的所有的文字 我自己的感觉 和我周围的朋友的感觉 我觉得您的 就是整个的这个文化 传统文化的背景 是非常好的 然后我很好奇 就是一个呢 就是您怎么样能够 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情况下 获得这么好的良好的教育 这样的良好的教育 从哪来的 另外一个就是 仍旧想跟您探讨 就是您是不是应该离开清华 离开一个 可以去争夺那些学生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谢谢 谢谢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是 您再重复一遍 第一个问题 太考我们的记忆力了 他是老师 其实他很关心教育的问题 您是 您是香港的教师 广州的 广州的 你出来多久了 我两天 昨天来 你现在还在广州啊 那你不该问我 所以他是真诚来 来这边听的 普天之下 莫非体制在大陆 你怎么会相信 在一个学校里 我可以跟 跟比方党委争夺下一代 这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不可能的事情 我跟教育部争夺下一代 因为我是自己会在学校里面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一些空间的 所以我会觉得有点可惜 就是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您会觉得 有没有必要去争夺这样的空间 还是说 对 你说的对 就是当然孩子们 他们很愿意来上课 然后跟我聊天 什么这些 但是很多问题不是来自 不完全来自体制和政策 它来自一个周围的人 周围的人 中国是个人 人情的国家 然后体制利用了这一点 它已经很难区分 哪里是体制 哪里是人情 就是 你不要在这个体制里 做得太不一样 做得太不一样 旁边的人怎么办 我非常体谅他们 有时候我也是旁边的人 我不希望看见一个人这样做 所以我想最好的办法 就离开他 对青年来说 不太合适 他们难得遇到一个人 可能从外面回来 或者也傻到 就是愿意讲一些 基本上是真的话给他们听 就是 但是我想知道 你前面第一个问题是 其实这两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第二个问题 实际上跟第一个问题 是有关系的 就是作为一个 现在体制下的 大陆的学生的话 那么他面对的到底 是什么样的生活 是更好的 就是 你说对对对 这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跟你说 我到昨天才 才能够知道 可以那么清楚地来讲 个人和国家的关系 我虽然以前书上也读到过 但是我听一个活的人 一个哈金坐在这儿说 真的很多真理 就是要一个活的人 对你说出来 这个真理会特别奏效 我书上看过一百次以上 但是我不会这样想 问题是 在文革的时候 我们根本想都不想到这句话 当领导说 你要画毛只想 然后你这个要改掉 你这个话不可以 我们想都不想到 他是国家 我是个人 我们根本没有个人意识 我们很开心地去做这些事情 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机会 比方说画知识青年 要扎根 不要开心死了 你可以不劳动了 你可以从村里一辆拖拉机 把你颠到这个公社去 或县里面去 然后颜料给你买好 说你画 开心死了 真是 说假话的机会都好不容易再弄到 然后我把它弄成像真话一样 就是很幸福的一个过程 这个 一直到很久以后 我才明白我们在什么处境当中 但是我还是很想念文革十年 就我们所经历的那种戏剧性的生活 就是这样 但是你给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就是当我完全获得自由以后 在美国 我只能告诉你 这真的是一个人类的困境 我相信民主是目前相对来说 最好的一个制度 但是我知道在民主国家 比方说美国或者日本 自杀率非常高 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他不要活 可是我们这边又是在望着彼岸 好像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到对岸去 这是人类的困境 这个制度只是一件小事情 后面那位女士 今天听了陈先生的两个演讲 我也很震撼吧 内心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同时问 哈金先生和陈先生 因为昨天 你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背景 都是刚才您说 被扣留和寻找到自由的背景之后的痛苦 哈金先生是用英文来写他熟悉的中国大陆的六七十年代 尤其是那一段 他觉得比较 应该也是比较成功的作品 也是他内心里比较有的东西 您现在又找到了 您说董奇昌那样的圈子 我的问题是这样 昨天张大春先生有一个演讲 他讲到作家总是为他心目当中的那个人去写东西 他认为天涯海角总有那么一个人 不一定是具体的 他一定知道他的手艺 他要表达的所有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为了天涯海角的那个人他去写 我就想知道哈金先生的英文的中国六七十年代 以及现在的困扰的这个在美国找到他们生活的那批中国的人们 用英文来写 中国的大陆的读者是读不到的 用汉语是读不到的 他心目当中的读者是谁 我还想问董先生 还没问完 你刚才说你夜里头拿到你这个这个收藏的董先生的这个尺读 你很兴奋的和他对话 然后我想知道您现在的话是为谁在话 是为董和他的圈子在话 还是为你自己的内心在话 你在跟谁对话 你的读者或者观众到底是谁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你们两个很相通 我是个记者 我在想我为谁在写 是这样子 谢谢 谢谢 丁哈先生昨天也谈到这个为谁写的问题 其实我昨天说了这个 总有一个理想的读者 理想读者有时候可以是一个人 往往这一个人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你心中最仰慕的一个人 当然我也提到一个伟大的作家后面 也有一群永久的最优秀的读者和听众 我想跟这个跟那个单亲是同样的 他我想心目中也有这个理想的观众 对我来说在这点跟他大概都是一样的 都是出了一旁通的经历 谢谢 我昨天也说了这个问题 其实回不回不是自己能做决定的 我也打了个比方 比方说 李宇棠没回去 人没回去 但是作品回去了 是吧 而且那个苏尔仁尼琴人回去了 但是十几年当中并没有回去 直到2006年 他的作品重新又在电视上 变成电视剧 他亲自又重新读他的小说 他又被苏联人